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首歌是电影《天堂不能等待》的主题曲 电影《由乔塞·玛丽亚·萨莎·拉斯道》 《港术增幅卡洛·阿富帝斯的一生》 年轻的主唱《路易斯·马萨》 也是这首歌的作曲人 音乐影片是西班牙《客塔废教区》的 录影厂和堂区拍摄 当中有电影片段 和阿富帝斯的仪式照片 马萨认为这个计划 结合了他的专业和个人生活 起初我喜欢这首歌的概念 认为这样是观众会记得的 他们不只看过这部电影就算了 最后还有这首歌 我听过这首歌很多次 有些时候真的很有个人感受 这首古墓的歌 将音乐带到这部港术 阿富帝斯生平的电影 这位年轻的意大利男孩 15岁的时候 确疹白血病三天后离世 自此他以平安的方式面对死亡 成为西哥吉地很多人的模范 我们努力 令这首歌感觉很真挚 诚实和简单 最后这些就是卡洛阿富帝斯 一生展现的价值 被称为性体的影响者 卡洛阿富帝斯利用社交平台做好事 他奉献自己以电子平台传扬福音 希望接触年轻观众 很多人已经开始视他为互联网主宝 我认为是一个小孩 他认得注视生命中的好事 很多时候 我们选择把焦点放在坏事 最后整天抱怨 但如果你注视好事 最后你会说 他做的事跟其他人一样 但他活得丰盛 电影只是最后剪接阶段 预计2023年上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市面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